凌晨四点多 窗户边突然传出骚动 不是风吹 而是有人爬进来了 压水帽男捏手捏脚 在屋内来回走动 饭香倒柜 选了几个喜欢的 塞进包内 原路就饭离开 投走的就是这一块又一块的茶饼 还有几个撞香茶叶 窃窃发现有力可图 十随之尾 一而再 再而三上门 一共有来三天去 这连续三天去吗 没有连续 就在一周内是不是 半个月内 嚣张窃贼连续上门 就是锁定北市永康监商权 这间烙字号茶行 在地经26年 同时也有贩售一些古董和浴室 嫌犯们看准之点大肆搜刮 对 第一次就有发现东西被盗 他是惯切 那个窗子对他而言有太大问题 犹豫折头天错已经救了 加上铁窗也不大堪用 三名窃贼才能顺利爬窗闯入 还有人帮忙把风 趁着一楼店面关门后 闯入二三楼仓库 拿走值钱物品 粗估损失金额 超过上百万 由于他们犯案后 都是自行骑摸摄离开 警方以车追人 陆续逮捕 没想到三个人却开始推脱 谁也不承认 是策划者 还说东西 通通是被对方拿去嚣张变卖 但这下全都灾了 谁也别想赖 TVB新闻 蔡明星 苏宇欢 台湾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